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是高焕糖高老师 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我继续来谈这个C函数调用加瓦函数的 各种角度 包括他的控制点的想法 跟他的这一个语法等等 那我们现在就来进入我们的小单元 这个小单元就来谈的是 他的细节 到底怎么写代码 那我们再回忆一下 上个 小单元 只要谈的就是控制点 这个控制点的 意义 就是我们希望 我们自己写的代码能够在我们的 架构设计里头 占有控制点的角色 比如说 你如果写App的 你当然希望App 成为控制点的 位置 如果你是写框架的 当然希望控制点是放在 加瓦城的基内 那么如果你是 如果你是 撰写 这个硬件 驱动的 你当然希望 这个 你的控制点 是在驱动上 那么 想一想 我们是 所谓 架构设计 它是依照我们自己的公司 我们自己的代码的位置 来 想的 也就是说 这个代码 就是我们公司的 军队 希望我们的军队能够在整个Android的手机 内部的体系里头 我们的军队能够掌控 别人的军队 例如说 Android就是Google的军队 那么 Linux就是Linux基金会的军队 那么 这个硬件的驱动 就是硬件厂的军队 那这个 App 那就是你的军队 如果你写的是App 那么 大家就来 较量一下 看谁的军队 掌控的软件的控制点 那在这里 我只要谈的是 偏向硬件厂 偏向 宇宙软硬结合为主的 那他所撰写的代码 不是用C 不然就是用C++ 为大家为主的 那对于 App来讲 是属于 这个 他控制的sideY 他控制的对象 那他很可能 会来写 小框架 应用 Java层的框架 来控制 App OK 所以 基本上 基本上的控制点的 折离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 就来 实际的看看 稳定的C 这个函数 那我们该做些什么 所以第1个动作 稳定的C函数 要去 调用 这个Java函数 是函数 是函数 底层的C函数 调用上层的 Java函数 第2个 我要告诉你呢 就是C函数怎么去存取 Java层对象的 这个 Attribute 属性值 属性的值 是指他的Value 指他的Value 那这个对象 目前我们在这里 所假设的对象 是 是这个Java层创建的 是由 比如说 由这个Activity 去 New的 由这个Activity 去New 这个 Java层的对象 再把这个对象的指针 抛到这个C函数 那这是 Java层的对象是由Java的 某个类 去创建的 那这样子还不够 我们希望能够做更好的控制 就是把 这个 用C函数 去 诞生 去创建 Java层的对象 那我们 都会来 谈这方面的 那这三种条件具备了 我们就说 我们的C函数呢 我们的SO 在整个 这个 Android的 软件的大环境里头 我们具有这个控制点 既有控制点 就有控制点 那这样子对我们公司的商业 是很有帮助的 接下来我们就实际来写写代码 那写写代码我们 这个从Java调用C 这个我们已经 知道了 而且 大家 很多书都有写 那么 我们在这里就 不谈太多了 所以我们把重心放在 游C 来调用 Java的情形 那所谓说更具关键性呢 指的是针对 写系统面的厂商而言的 那如果 你是存写App 那就不一定了 就不一定了 那例如呢 这个就是属于是 从C 来扣 Java的 函数 是由C来调用 Java的函数 调用这个 然后这个呢 在 可以 透过IOC 调用这个MyMind 调用MyMind 这是Android的 目前的一个结构 所以这里 Activity 呢 透过IV接口 来跟 Service沟通 意思说 这个Activity在这里 Service在这里 这里 还有一个Service Service 这里有一个子类 叫做MyService OK 那Activity呢 透过IV接口 来跟Service沟通 事实上 他是透过 这样的一个过程 而来 扣到这里 再扣到这里 从这里 再扣到这里 是这样才扣到的 这里在讲的就是 Activity 透过IV接口 来跟这个Service沟通 事实上 是由Java层的Activity 调用C++的模块 在调用 在调用到Java层的 Service 模块 在调用到Java层的Service 意思就是 在 透过这个方式 在调用到这个Java层的Service 是这个意思 所以 这个里头包含的有Java 这个扣C 有C扣Java 所以他是双向的调用 都是Android平台的重要机制 所以这个是 Java 扣 C 是这一条 那这一条呢 是C扣Java 所以双向的调用 都是 很重要的 一个技巧 跟他的机制 好那我们现在来举例说明 举例说明我们 的这一个 双向调用 那么这个 在写代码的时候 要注意些什么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有一个叫counternative 做简单的计算 那么有三个 三个本地函数 那这个native setup 他是来做一些初期的设定 他也会扣过来 然后这一个东西 这个native execute 他是调用过来 然后又回来 扣回来 set v set v 那这个有一条底线的 表示他是 静态的 那我这边是用静态的本地函数 调用到c c在调用Java 的一般的函数 这是我 举例用的 然后再来这是一般的函数 然后调用下来 反过来调用到 这一个静态函数 是在讲 这个当成一个例子 然后这就是一个so 一个so 然后 这边是由这边来调用的 这边都是由ac01来调用的 我们现在就来看 这个 详细的做法 这里刚刚已经 说明了 现在用文字 再给你做一个说明 首先nativeexecute 他是静态的函数 再加法成 是静态的函数 所以这边有一条线 这叫静态的函数 然后还有两个一般的函数 叫做nativesetup 跟nativeexecute nativeexecute 那nativeexecute 会调用加法成的一般的 setv 就是这一个 native 它实际上的实现的代码在这里 意味着这边的 这一个本地函数的实现的代码 会调用 加法成的 这个setv 那么这一个nativeexec 它的实现代码在这里 因为它是本地函数 这个实现的代码会调用 静态函数 加法成的静态函数 这里是讲的这个意思 就是nativeexute 它的实现代码 是在c的 会调用加法成的 setv 这是一般的函数 那这个会调用加法成的静态函数 setvalue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从ac01开始看好了 一开始呢 这一个 是调用 new counternative 这个时候 它要去建一个这个对象 所以 第一个动作 这一个 这边创建的对象 假设我们现在创建一个counternative的对象在这里 这是counternative的对象 OK 那这个对象 是由ac01 去new的 去创建的 所以是由java层创建的 由ac01去创建 counternative的 对象 好 我们再来继续 但是 在这里要特别的留意 就是 我一直强调一件事情 这个等一下也会再强调 就是说 当你在看android的代码 无论是java的 或是c的 都必须要有这个 一个了解就是 现在我们正在看这行代码 那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 一开始 针对每一行代码 我们都要能够讲得出来 目前到底是哪一个现成 在执行这行代码的 我再说一遍 在学习android的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跟心境 就是 无论你看到了一行代码 无论它是 java的 还是c的 还是c++的 你都必须要很准确的 很明确的 正确的说出来 目前这行代码 是哪一个现成在跑 所以目前 oncreate是主现成 也就是 UI现成 所以主现成跑下来 目前是主现成跑的 所以主现成去 创建一个 continative的对象 那他要创建对象的时候 一定会去调用 这个continative的 构造式 所以他就跑到continative的构造式去了 我们就来看 continative的构造式在哪里 在这里 在这里 这是continative的构造式 然后 所以这是主现成跑的咯 这是UI现成 UI现成跑的咯 所以UI现成下来 跑过来往下走咯 所以这一行代码 这个h是 主现成的邮差咯 因为这个邮差是 主现成跑的这一行代码 然后 这个邮差丢了信 主现成如果看到有信来 他会来 这个执行这一行咯 那因为这里头碰到的是 UI的显示 UI的显示 所以 依照Android的要求的规定 这一行显示 必须是UI现成才可以跑 所以 由主现成来跑这一段 找这一行代码 是正确的 是正确的 好啦 那么创建了h之后 这个h是主现成的邮差 h是 主现成的邮差 是主现成的邮差 这个h 接下来是执行到native setup 所以native setup 就是native 所以他就去执行c 他就跑去执行 这个c的函数 跑去执行c的函数 所以我们就追踪一下 所以一样的这一行是谁在跑 这一行是主现成在跑 所以主现成就跑过去执行native setup 所以我们就来看 native setup在这里 就是c 所以 这个时候是主现成下来跑的 是主现成下来跑的 咯 然后再来 这个东西 主现成呢 做些事情 就等一下再来说明 做了什么事情呢 把这个传过来的 我们记得我们说明过 第2个参数 就是 加把乘那个object的指针 这个z 就是 加把乘那个object的指针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一个 这一个 就是我们刚刚创建的这一个 Counternative的 对象的指针 他就把他抛过来咯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native native setup 的函数 那就是我们刚刚在看的代码 那第2个参数叫z 这个z呢 就是指向 这个加乘成的这个 对象 就是指向 他把这个对象的指针抛过来 这样子 我们再回到 native 所以 他这里 这里就 这个主线层就跑过去 执行c函数 我们再来看一下c函数 主线层就从这边进来 进来跑跑跑 往下跑跑到这里return return表示回到java层去了 回到java层去了 所以这一行已经执行完毕了 主线层再回来了 回来的时候 他就去跑loop去了 这一次就 再回到 跑这个ui的loop 去看他的 mq 看他的mq 所以这个时候 就return回去了 return回去到这个位置了 有没有表示这一行做完了 对不对 那主线层 刚刚已经讲了 回来到这里之后跑去 跑这个 跑去跑loop去了 那这个时候 UI 就可以让user再来 操控了 所以user呢 在这个手机的 画面上 按了一个按钮 这个时候主线层又进来了 所以这是主线层在跑的 那主线层呢 执行到这里 这是主线层在跑的 他就去执行这个native ESEC 他就跑过来执行 这个 这个 Java 执行的是native ESEC 执行这个 他跑过来执行这一行 这一行因为是本地的 所以在这里没代码 没代码就跑过去 跑过去 吸 因为他的实现代码在吸 所以就跑过去吸 它跑过来是native ESEC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一个呢 也是主线层在跑 也是主线层在跑 所以过来的时候他就做 sum sum1加到n 这样子 做sum1加到n 加到n之后 他会有一个动作 就等一下再来详细说明这个 但是这个动作很简单 他就是扣到加把乘的 就扣回去了 他扣回去加把乘 扣到哪里 扣到加把乘的 这个函数 就扣回去了 之后return之后就回来了 表示这一行 代码做完了 表示这一行代码做完了 那么他在按另外一个键 user在另外一个按一个键 他就执行到这一行 那这一行因为这边是 你看这个是对象 所以这是一般的函数 这是类名 所以这是静态函数 所以就再来调用nativeexecute 所以就执行到nativeexecute 这里 那因为他是 本币函数 所以又往c走了 又去执行c的 函数了 所以又跑去 执行c的函数执行到这里 所以 所以又组线成进来 然后做计算 做计算之后 把计算的值扣回去 Android Java层 Android的Java层 把这个值呢 把它丢回去 丢回去之后 来这边就return了 就return了 所以 这一行代码又做完了 整个程序就做完了 这一行代码又做完了 整个程序就做完了 那我们现在大致先了解他的这个运作的逻辑以及 就是运作的 流程以及他的这个线程的 运作 那这里头 在这个换例里头只要都只用一个主线程而已 没有做其他的线程 那我们先做个简单的文字上的帮你复习 New 这个 NewCounterNative 他就去 调用这个构造式 来 创建一个 对象 创建一个对象 然后呢 就转到C去执行NativeSetup 那这个NativeSetup 这C的函数呢 他只要是做一些 把 这个class object 就是目前java 的这个class 就是contentative 跟object 等等这些信息 把它送到C里头去 就是把java成的 的一些信息 这个信息包括目前的class是contentative 那目前的object是刚刚创建的那个object 以及呢 这个不要调用回来的函数 等等的 把它储存在 这个 XO里 的 变量里头 是做这个初期的动作 这等一下会再来说明 然后就执行这一行代码 这一行代码就执行到C函数的 这一个啦 然后他就计算出sum值 然后呢 透过vm 扣回这个 java 这个是扣java的函数 然后 这个把值呢 就是调用到set value 然后把值 送回来java成的对象类 就是 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 当他把值送回来java成的时候 怎么显示的 注意看这里 帮他送的set value的时候 是把值传回java 这是 从c 从c传回来的 从c传过来的值 就是sum值 然后呢 他要这个邮差 他把这个值呢 把它装在一个 string里头 然后叫这个邮差 去产生一封信 然后把信丢在 信箱里头 所以因为这是主线程 目前在 执行这一行 这些代码的 也是主线程 也是主线程 那么这个邮差也是主线程的 所以自己丢信给自己 所以自己会 发现有信来啦 会来执行这里 所以这是主线程在跑的 就把它显示在ui上 对所以他这个值并没有放进去 我们的 这一个对象里头 他只是 扣回来的函数 然后直接丢在画面上 那这个也是一样 都回来的时候 他把它丢在自己的信箱里头 那为什么 自己要丢自己呢 这是因为 目前是刚好是主线程 送回来的 那如果今天是 有小线程 是c的 假设是c的小线程 他扣回来 那因为小线程所以不能直接丢ui 所以才要丢给主线程 也就是说 假设这是加法乘 然后这是 c的 c的函数就是 c的 0.so 那么我们目前是由主线程扣过去 扣到c 由主线程再扣回来 所以直接把这个值上的值 丢在ui上面没问题 那么如果我们今天是从加法这边就是用小线程扣过去 那回来是小线程 那就不能丢在ui上 所以回来的时候 是小线程 那就必须 透过主线程的邮差 把这个值丢在信里头 然后 主线程 看到有信来的会执行这一段 主线程就把他丢在 抬头上面 那这样就对了 那么另外一个状况是 这边是主线程下来 在这一边是主线程进来了 那由这个主线程在c 创建一个小线程 由这个小线程再回来加 这个时候 也不能碰ui 因为他不是主线程 所以透过这个机制 他就可以把他转给 把信转给这个主线程 就可以 显示在ui上 所以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个机制 大家要了解 主要原因就是 为了预备 所以 这个送回来 扣回来的 重新扣回来的时候 不是主线程 那么 他要 转信给主线程才能够把他丢在ui上 那就是在跟你说明 这一段 所以创建一个邮差 创建一个邮差 那这个邮差是等一下他扣回来的时候 由这个邮差 在这个代码里头把他丢给这个主线程的mq 再要主线程显示在ui上 那这个也是一样的动作 也是一样的做法 那么这边只是在给你提醒 我们的一个刚刚说过的一个很重要的心理素养 就是 我们看到任何一行代码无论是java的还是c的c++的 我们都要能够 很准确的 很正确的 说出来 目前该行代码 正在执行的到底是哪一条线程在执行他 要能够讲的正确 而且准确 好这边都已经 说过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代码的内部 所以 第1个先了解这第2个参数 大家已经知道了 这就是 所谓的current object 就是刚刚在java那边所创建的 那个对象 我们再来看看 是哪一个对象 就是 在这里所ning的这个对象 这个对象被传过去到c 成为第2个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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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第1个参数 这个参数呢 是用来 间接的 调用到vm 是用来调用vm的 这个emv 是用来 调用 vm的 但是他并不是 vm的指针 他是间接的 去跟 vm沟通 这个我们 在最后一个小单元 就是 待会 马上 就会给你很详细的说明 这个emv 到底是什么 这是很重要的 一个 对象 一个对象 那你看到这个 就了解就是 在跟虚拟机 token 在跟虚拟机 通信 是 请虚拟机 去找到这个 对象的class 因为他是把对象的指针传过来嘛 所以就去找这个对象指针 因为 每一个对象都只有一个class 所以找到的对象就等于找到小孩 那么就可以找到他的妈妈 class就是 创建对象的妈妈 所以既然他传过来是小孩这个小孩就是刚刚 这一个 Java层的那个current object 那这个小孩 有了这个小孩 那么 就 可以找到他的 他的妈妈 所以 就把他记录起来 原来这个小孩的类似 这个 目前可以知道他的类就是conternative 然后再来 这里做什么呢 因为mclass他是一个 这个全局的公用的变量 是属于这个.c这个file的 因为c没有class的概念 所以他的对象不是属于 这个函数就是属于file 属于file的 是属于各个函数共用的 我们称为叫做global的 就全局的变量 像这一个东西 叫做 这个函数内的 变量 像这个东西是属于 各个函数共享的变量 所以先把这个刚刚找到的这个class 刚刚找到的这个class 把它放到一个公用区里头 再把它放在公用变量 为什么 因为这个 这个是私有的区域 私有的区域 就是这个函数有的 这个函数执行完毕 这个 这个变量就会被删除了 这个变量就会被删除了 如果是这个 如果是 这个就不会被删除 这个变量 在这里 因为这是公用变量 就不会被删除 同样的 这边也要把它 放到公用区 才不会被删除 然后同样的这个object 在这里也是这个函数的 而且是这个现成专用的 所以要把它放在公用区 要把它放在公用区 这样他才不会丢掉 为什么 我们等一下这里要用 你看这里有用到mobject 有用到mobject 对不对 这里有用到mobject 有用到mid 这个都是这边所储存的 你看这一边 这边是这边设定的 这个值都是这边给的 就是这个函数 他做一个初期的设定 这个也是在这里 你看 这是问虚拟机 那么找到这个 Java的 这个class 就是CarterNative里头的setValue 这是在找这个 函数 的id 所以这个整个过程是这样子 他会传 CarterNative 过来 由对象 找类 然后 这里只是为了把类 跟object放到公用区 接下来 透过这个类 来找函数 为什么 一个对象 只有一个类 所以 一定可以找得到类 类里头的函数的setV 一定不会重复 就是 每个类里头的函数都不会重复 所以既然已经知道这个类 那么去寻找这个setValue 一定可以找到这个函数的id 同样的 这个函数呢 也有他的id 只是他是静态函数 他是一般的函数 所以静态函数就get static measure 这边叫get measureid 就把他全部都把他储存在 在公用变量储存好啦 等一下 再从这边扣下来 这是第2次 主线程扣下来 他计算完毕之后 就可以 调用回去啦 就这扣这个messor 就调用到java的 某个类里头的函数 是哪一个类呢 是 针对这一个 objet 然后针对这一个 函数的id 因为 函数的id一个函数只有一个类 所以从函数的id 就messor id就可以知道类 那只是一个类会有很多个对象 所以会告诉他 我 现在要处理的对象是哪一个 也就是调用这个 这个类 里头的 这个函数 去处理 加瓦层的 这个对象 然后可能会把值存进去 也不一定 有需要的时候 就存进去 OK 因为一个类有很多对象 所以你要给他 对象 他才知道 这个类要放哪里 然后这里是扣静态的函数 因为这是静态的函数 因为静态的函数 加瓦层的静态函数不能 不能储存 对象 所以只能给类 静态函数 是类的 等级的 所以 他不能储存 特定的函数 不是特定的对象 所以只能给class OK 所以我们 刚刚已经看到了 这个native setup 就是 做了很多设定的动作 那第2个参数 意思 其实就是加瓦层的 目前对象的指针 这里只是在 帮你做个说明 所以目前对象 就是 加瓦层 刚刚所见的那一个 就是 透过这个对象 而调用到 稳定函数的 好 那这个动作 刚刚有讲了 这个动作呢 就是 像 这个是针对 虚拟机的 就是 请求虚拟机呢 去问问 这个 这个指针 这个对象 他的妈妈是谁 把妈妈的 传回来 就这样而已 那这个动作呢 因为这些本地 函数的区域的变量 就是 刚刚这个 像class 这个是区域的变量 所以把它放在 公用区 然后把它存在 这个 层级的变量里头 这刚刚已经说明了 那这个也是一样 就是 怕说这个函数执行完毕了 这些区域变量 都会被删除 所以为了把它保留 保留做什么呢 等一下另外有函数 被调用的时候 可以来用 这个函数所留下来的 数据 那这个 是在做跨函数之间 的一种数据的交换 那么 后面我们也会说明 这个也非常有意义 跨 现成的 例如说不同的函数 它是不同线程 进来调用的 这个我们后续 在 下面的两个单元 会对这个线程呢 做很详细的说明 就是 C这一边的 跟Java这边的一个线程的 一个调用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在找这个 Messor ID 所以我们有说过 先从这个 Object 找Class 再从Class 找函数 ID 之后呢 把它存起来 准备待会要 调用回Java的时候 可以用 那这个也是一样 找这个Messor ID 把它存起来 然后有的这个 东西把它转换出来 都把它存起来 存在这一个 功用变量里头 那这功用变量 都是对应到这个 全局的reference 所以呢 就不会被删除掉 好接下来 我们再来说这些 刚刚的讲的是 Native Setup Native Setup 都已经把这个 Mclass 把Mclass 把M object 等等都 除成好了 那就准备做什么 因为等一下 这个调用的时候 要用 就等一下 这边调用的时候 也就是 刚刚一开始 第一 是调用它 然后把这些基本的值都设定好 把这些基本的值都设定好 然后呢 第2个动作是做这里 然后再来是 第3个动作是调用这里 然后 这些东西都可以 来使用这些 共用这些变量 共用这些变量 那么 接下来就是到调用这个的时候 然后 调用这个的时候 他就 直接扣他啦 扣的时候是用到刚刚 已经预留下来的数据 有没有 这是 Object MID 都是 在这个 环境里头先设定好了 在第1阶段就设定好了 那这就是 有了这一个 M-Object之后 就可以很准确的 告诉他 我扣进去 JavaSv Sv 那么 是要处理这个对象的 那 这样子就可以把数据 送到Java层 而且 送进去 这个对象里头 好 那我们就做个总结 目前对象 来换这个 类的 ID 然后拿类的ID 来取得 这个函数的ID 接下来呢 就有了类的ID跟 函数的ID C 就可以 调用 某个类的某个函数 而且指定 把这个上值 要 储存进去 到这个特定的对象 OK 那我们 在这里就说明了整个 C调用Java的 详细语法 跟他的逻辑以及 他的现成的印象 好 那我们就 先休息一下 待会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